你還在等什麼 快咚咚手指幫我們的頻道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台股好事多讓你財富多更多 Let's go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每日一新聞 我是Tofi 台股今日開盤13108點 最低12809點 中場收盤12810點 成交量2086億元 台灣今日起正式的邊境解封 入境則不需要再隔離 不過台股卻沒有跟著洗贏這個解封的行情 原先期待的解封行情高點已過 早盤開高走低 航運觀光股利多出境有賣壓 今日早盤跌了將近3% 航空雙熊華航長榮航打入跌停 華航盤中亮燈跌停來到17.45元的跌停價 長榮航也跌停 跌停價來到了25.15元 台灣湖航盤中也大跌於12% 此外呢 觀光股中以翼飛往鳳凰五股跌的最慘 盤中跌停 雄狮也重挫於8% 盤中最低來到86.9元 那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請志偉老師來幫我們分析 今天很多人來問說 為什麼明明解封 可是航空股跟觀光股 居然都很慘 尤其航空股還打跌停 對不對 我說你去看他們的走勢 你就知道 他們本來就不是一個漲勢 他們早就跌 而且前一陣子是怎樣 是橫向著你 我說消息出來 你不用去管它是利多還是利空 當然這個消息 聽起來都是利多對不對 可是重點在哪裡 消息你只能把它當作是一個中性的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股價怎麼去反應 看起來是利多 可是股價卻是往下打 這個狀況就擺明了它催化出了是什麼 是一個空投格局的走勢 所以在這個當下 我能跟大家提醒 當你看到一個好消息或壞消息 先不用去想它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 而是要看它股價怎麼反應 這對大家才是一個有幫助的一個觀念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謝謝大家